這個半局有好看的來囉 這個投手在相對方面呢 是把中繼的李俊萬換了下場 換上葉丁仁 但是葉丁仁 抱歉丁丁 這一個半局你不算主角 講配角也不太好意思 但是主要是打者方面呢 牛隊要換審服人上來代打了 這個觀眾朋友比賽看到現在了 應該算是 可以看到這個球賽尾聲呢 另一波的一個高潮的出現 這段時間呢 這個氣頭重打之後呢 究竟表現如何 因為從一零年他 球季後續受傷之後呢 去年一整年都沒有上場 那今年當然也都沒有出賽 後來就決定要改做打者 我記得這個消息劍爆的 應該是那一週吧 剛好是另外一位球員 楊潔龍楊教練 在賽前看到什麼人在打 他在轉播當中我記得他就講說 什麼人 耍耀螃螃蟻 滿猛的 沒有幾天取決 不過那時候應該已經有在醞釀了 對 其實這是給球員的一個機會 那你在沒有辦法投球的狀況之下 球團願意給你 再給你另外一個舞台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陳夫仁在大學的時候他是非禮 這球打到了中外野是被接傷 這應該是打擊方面的 很快的有一些內容出來了 所以這時候也讓他試得上來做一個代打 雖然最後是被中外野手給接傷 我至少上來了 我完全沒有那種雀長的感覺 就像個一般的打者一樣